电影里的恐龙一般都是全身长满鳞片的那种 但真相是 其实很多恐龙都长了羽毛 包括霸王龙在内 霸王龙虽然厉害 但是敏捷属性不够 模拟数据显示 它们就算撒开腿跑 时速也只有29公里 像刘翔博尔特这样的运动员 遇到霸王龙 还是能跑掉的 跑不动的还有体型更大的地震龙 它们生蛋的时候都蹲不下来 只能边走边生 像地震龙这样吃素的恐龙 除了睡觉 基本都在找东西吃 果然吃菜 就是饿得快 素食恐龙中还有一种叫马门西龙 身长22米 脖子占了一半 科学家研究认为 这类恐龙得颈椎病的风险很大 马门西龙 吸金靠脖子 富龙治龙就靠关子 它的关从鼻鼓位置就开始长了 而且里面都是空的 效果类似扩音器 所以这种龙 扫门特别大 同样骨骼惊奇的 还有吉龙 这伙背上长了一排翻状物 据说可以用来调剂体温 勾得异性的时候 还能变颜色 就是不知道这种身段 应该怎么合体 不方便合体的还有爱德蒙顿甲龙 他一身板甲装 皮厚血多 扛造 有的地方还装备了钉刺 糊涂一个行走的直压板 遇到对头就往地上一趴 一般龙都奈何不了他 有的龙能扛 有的龙能DPS 三角龙的战力就是素食龙里的MVP 科学家们通过数据模拟发现 一头成年的三角龙 很有可能战胜一头成年的霸王龙 像枪鼓龙这种单体DPS不高的恐龙 会组队猎食 但这个队伍只是表面和谐 东西不够吃的时候 强中的枪鼓龙会毫不犹豫地 把拖后腿的同伴吃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